银钞孙兴敏传设凯恩破门 牧帅首秀热刺3-2西汉姆 北京时间11月23日周六晚上20点30分 英格兰当地时间11月23日12点30分 2019-20赛季英格兰超级联赛进行了第13轮的首场比赛 热刺做客伦敦晚球场对阵西汉姆 穆里尼奥直交热刺首场热刺3-2取胜 孙兴敏进球加助攻凯恩和小卢卡斯破门 西汉姆0-3后由安东尼奥和奥邦纳破门 两队在英超共有46次交锋西汉姆15胜9平22附近53球是64球 在23个主场西汉姆10胜3平10附近30球是30球 不过近两个联赛主场西汉姆都输给热刺 热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在联赛中连续三次课场迎西汉姆 穆里尼奥本场用戴尔和温克斯组成后腰 小卢卡斯、阿里、孙兴敏和凯恩组成攻击线 阿里克森替补恩东贝来营商缺席